诶 我们来看看这个小哥 你站那么高干嘛 亮烧呀你啊 下来呀你啊 带了一个窩这是 呦 这个不是德国牧羊犬吗 我们把它放出来看一下 胆子有点小 德国牧羊犬 作为警犬 你胆子那么小 你能干成啥事你 还不少了 你看 还好几个了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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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那么高 你 你 你是来弄狗的吗 我的天哪 你把这个散放一边 把它们全放出来 放出来 把这个笼子拿一边去 让我来看一看 来 带我用我的千里眼来看一看 好 再来一个 呦 我的天哪 好爱 对对对对 你这样看多漂亮 这个是锤细的 大肉嘴的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 那种 这是肉嘴的 肉 肉嘴的德木 这个个子还有点小 垂细的大肉嘴 这个 一半也是红狮牧羊犬 这个叫红狮牧羊犬吧 对不对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应该是 不过这条长得倒挺漂亮的啊 因为肉嘴的 它是由这个 山东那边 窜改良过来的 有人喜欢追求它这种 它不像那种短 呃 特别精神的那种短毛的 然后那个 标准嘴的那种 那个漂亮 这种呢 属于红狮系列的 红狮牧羊犬系列的 这种价格应该 不会太高 月份有点小 那尾巴怎么还 打钱了 我的天了 搞得跟个蝴蝶结似的 小时候窝的 你没注意啊 那这家伙最可怜了 你看 垫在屁股下面了 那条尾巴 这一条长得确实有啥说 咱还不说 叫那小狗什么家 啊 多少钱个 多少钱个 六百 我的天了 这个狗 德国牧羊犬纯种的短毛赛级的那种 确实是 600不算贵 但是这一种红狮牧羊犬 我觉得 这个价格有点偏高 现在小狗有多大 56G 我问多大 我问多少天了 40天了 你这是被 这个卖狗耽误的这个喜剧演员啊 你是啊 40多天 有点小 打过一防针没有 还没打 一针也没打 那不行 那你这狗的话 风险太大了 要了 别说600了 我这样跟你说吧 你这个狗连针也没打 驱虫又没去啊 驱虫了 驱虫了还好一点 你赶紧去回家打针去吧 你要不打针的话 根本就没人要 根本说白了就300给我都不敢要 他养不活 不好养 你要是打个一次两次疫苗吧 这狗 还能考虑给你的300块 你这哎 你看你这一点不专心 你赶快回家吧 我告诉你 这个小狗 第一价格你要的太高了 第二还没打针 你这不行 你知道吧 这小狗为了安全起见啊 一定要打针才可以要 长的吧 算是还可以 600的价格那真是太高了 如果打过针这个小狗给他个300400还差不多 那条道不错 咱们可以抱回去自己给他打针 看是功能木的 这种小母狗 这一条的话还不错 是这几个里面最漂亮的一个 但是咱也不想以身犯血 还是劝劝他 回家让他打针去吧 自己自己拿的不好养 没打针的一定不能咬 不好养 赶快带回去打针去吧 你不打针养木货